中国建造时速8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究竟有多厉害 中国为何能在磁悬浮领域一马当先 未来磁悬浮列车的前景又如何 近年来 中国凭借着一系列大规模基础建设和超级工程 被冠以基建皇母的称号 例如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 青藏铁路 世界上发电量最大的水电站 三峡大坝 世界上最强的跨海大桥 诸港澳大桥等等 这些大型工程建设成为了中国一张张名片 让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基建实力 2016年 中国与日本在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的招标中胜出 开始建造亚万高速铁路 如今 亚万高速铁路即将竣工 这是世界对中国高铁的认可 也让日本自以为是的高铁技术落入下风 而中国最新研制出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悬浮工程画样车 更是让日本自探不如 彻底服了 2021年12月30号 中国京港高铁安庆至九江段开通运营 俄肥至南昌实现高铁直通 至此 中国高铁跨过了4万公里运营里程的大关 稳居世界第一 如果将中国高铁全部连接起来 甚至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圈 而除了高铁之外 中国在磁悬浮列车领域同样引领全球 据获悉 近期一辆样车从四川下线 使得中国再次打破世界轨道速度记录 中国自主研发 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800公里 已经可以媲美飞机航行速度了 也成为了世界速度最快的高铁 那么是如何做到这么快的行驶速度呢 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与普通磁悬浮列车有何区别 其他国家掌握了这项技术吗 中国高铁技术是否已经世界第一 首先我们都知道磁悬浮列车是一种靠磁力 及磁铁的排斥力与吸引力来推动的列车 它通过电磁力实现列车与轨道之间无接触的悬浮和导向 在利用直线电机产生的电磁力牵引列车运行 所以在列车行径时并不需要接触地面 不接触地面自然不会有与地面摩擦产生的阻力 只存在空气的阻力 理论上来说 在真空管道中磁悬浮列车的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600千米每小时以上 比较轮轨高速铁路的最高时速 574.8千米每小时更快 而最早提出这一技术的 是德国一位名叫赫尔曼·肯佩尔 于1922年提出的电磁悬浮原理 20世纪70年代以后 随着工业化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 为提高交通运输能力 以适应其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需求 德国 日本 美国等国家 将其开展了磁悬浮运输系统的研发 英国作为老牌发达国家 虽然在1973年才开始研究磁悬浮列车 却是最早将磁悬浮列车投入商业运营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条磁悬浮列车也就孕育而生 这条从英国博明汉机场到火车站之间600米长的磁悬浮运输系统 将旅客从机场送到火车站只需要90秒 当时对磁悬浮列车研究最成熟的国家是德国和日本 而中国当时因为工业发展薄弱 国际经济紧张很晚才进入磁悬浮列车领域 中国的第一辆磁悬浮列车于2003年1月开始在上海磁浮线运行 并且这辆列车还是从德国进口而来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能力独立自主研发磁悬浮列车 中国真正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悬浮商业运营示范线 长沙磁悬浮快车于2016年5月正式开通式运营 所以中国的磁悬浮列车发展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来说是比较晚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印尼亚万铁路项目上能赢过日本 让日本十分难受 自叹不如的原因了 虽然中国在磁悬浮列车领域起步晚 但一直在努力探索 很快地就与其他先进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开始展开对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的研究 2000年中国西南交通大学超导技术研究所 就开始了对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的试验 想证明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在原理上的可行性 2013年西南交通大学建成了全球首个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原型测试平台 很可能大家会感到奇怪 中国2003年还在进口德国的列车 怎么2000年就开始了高温超导磁悬浮的研究 研究都是多样性的 当时全中国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在研究所有磁悬浮相关的技术 只是一直没有成功建造出可商业运行的磁悬浮列车 并且早在1995年 西南交大超导技术研究所王素玉教授 就提出了高温超导磁悬浮试验车的研究方案 这一方案还被收入到中国863计划当中 而这863计划是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这一计划实施的背景是美国在国际上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 可见中国对于高温超导磁悬浮试验的重视程度 而这次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悬浮工程化样车 就是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试验 并且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当然我们前面所说的时速800公里每小时 是在真空管道的试验中实现的 在存在空气阻力的情况下 这个工程化样车最高时速也可以达到620千米每小时 而被称为全球最快列车的日本东海旅客铁路公司 最新型的RO系列高速列车 在山里次浮试验铁路试行时 最高时速只达到了603千米每小时 当时这里的纸只是相对于中国的工程化样车来说 所以中国此次的试验一举突破了日本的最快列车 成为速度最快的磁全幅列车 高温超导也并不是说列车的温度很高 那也没办法再刻 这里的高温是相对概念 并不是与室温做比较 相反 此试验线中超导体需要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环境下工作 同时要使用零下269摄氏度的液氮来保证车上超导材料的性能 据了解 这台工程化样车采用全碳纤维轻量化车体 在车头部也采用了低阻力模型车头来进一步降低于空气的摩擦 整体重量达到12吨左右 辆车采用了大载重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等新技术和新工艺 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源自稳定 也就是说不用通电列车也可悬浮在轨道上 导向也不需要主动控制 在当时的现场记者采访中发现 只需要一只手就可以轻松推动这个 悬浮在轨道上12吨重的庞然大物 让在场人无不惊叹科技的力量 随后在科研人员接受采访时说到 目前结合真空管道技术 样车可以达到8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但仍然不够 准备远期向1000千米每小时以上速度值的目标进发 并透露 该试验线和样机未来将作为云南昆明 丽江磁浮的预言项目 普通的磁船浮列车在列车与轨道之间分离时 两者之间的电磁吸引力容易不稳定 必须不断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监测和纠正 来避免发生碰撞 这就会导致列车在行驶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几率变大 并且由于系统固有的不稳定性 和外部系统需要不断修正 产生的震动也会导致系统出现问题 造成列车停止运行 而高温超导磁船浮列车的试验 不仅仅是单纯的追求速度 在原本就存在的问题方面 也在不断地寻找解决方法 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铁路事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